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要争分夺秒 就是在我们呢,比如说你有一个期限的时候 可能在那期限之前会争分夺秒 可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忘记了争分夺秒 反而会花一些时间用来闲荡,用来浪费 这就忘了要争分夺秒了 我也有的时候会忘记,或者说我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争分夺秒这个认识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你是用正常的时间完成正常的事嘛 就算不拖的话呢,也没有 也没有说在感的那个心情 可事实上呢,我们是要争分夺秒的 那么什么事情用来争分夺秒呢 就是一种 定功 就是修炼自己 让自己的心呢,让自己的心呢,是安定的 这个是争分夺秒要锻炼的 练自己的如如不动 这个是要争分夺秒去练的 这件事情 是一定要争分夺秒去做的 如果是念佛法门的话 争分夺秒的话,争分夺秒的事情就是念佛 加油 看起来是个网络的 再看就来个网络遇一些 这里是个网络遇一些 第一个人的 关机